以前小時候是不可以不拍拖的 不拍拖是覺得自己沒有作用的 你不要把她的界線在這裡 芷珊姐姐一輩子 我都敢說她都是在追求愛情 都是的 但又沒有以前那麼需求那麼大 我年輕的時候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真的很重要 我可以為了愛情 我事業可以不要 你試過多出去了 雖然未紅過 但小時候我做過四三明穿梭機 大家都知道 多紅 有多少人喜歡她 那時候閃電傳真機 有一個角色叫江詩孫女 這個角色不知為何 就覺得那期熱了出來 即是黃伯明那些 即是開心鬼 找江詩孫女一起拍廣告特輯 然後公司又找我出去拍劇 但我就是因為很怕出去了不穩陣 因為我跟那個男朋友 那時候經濟環境一般 我是為了她 所以我不敢去 沒有了一份很穩陣的工作 而出去拍劇 很厲害 即是你犧牲自己個人 自業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 你會餵兒子 還要梅梅梅梨菜 明明都很愛情至上 是的 我真是愛情至上 先喝杯 太厲害 太厲害 我真的很佩服 這件事 我經常覺得我是 即是你會出去幫忙 你一定走 我一定走 很多酒 你也走 他也走 朋友 所以我就失敗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這個又好又不好 不是 我很記得 當年劉嘉玲 跟許俊亨拍拖的時候 她鼻力恐 她一天請病假 沒有拍劇 但這麼巧 她就去了馬場 drama組 頭部見到 她又說病 開馬會診所 是嗎 對 很正常 一個機構 當然不容許她的員工 我認為當時 劉嘉玲 即是愛情至上 就算沒有影響她鼻力恐 她也散了立法令 我覺得這也是付出代價 在最後 劉嘉玲也沒有嫁入她家 劉嘉玲也是靠自己本事 各方面都很有成績 我就覺得 不需要為愛情犧牲這麼多事情 我們都是給將來 我就是沒有將來的人 認識了戀 那個人很虛弱 很傷心 就自己隻身去了泰國 在泰國就遇到另一個男生 怎知道真的跟她拍拖 可以拍了一年 泰國人 你說她的職業 Tomi Chang Tomi Chang 就是她 然後她起床 就搞定 Tomi Long Tomi Long Tomi Long有幾個 潮位都是 Tomi Long 對 她只有梁家輝 其實她也是一個 街頭埋藝的朋友 她玩Devil Steak 還有玩噴火 那些東西 那你不是適合你 演藝學院畢業嗎 對 即是你會欣賞 泰國演藝學院 泰國APA 泰國 沒錯 火 火那些句 然後人家又不知道怎樣 含火去噴火 那她又親手煮一些 很地道的東陰工給我 教我 你煮東西吃的男人 是Sexy好 對 然後她又帶我去一些 很地道的地方 譬如說一些 瀑布 真的有泰國去瀑布 很浪漫 還有那些陀地 不知道怎樣 趕她出去 還是怎樣 所以我們上演了一場 有情的經歷 我們要上吵 這樣笑 沒有將來的 沒有將來的 知道你才捉過小販 然後她走鬼 你覺得很有型 是呀 走鬼呀 你猜到捉我 被人追 對 當自己是拍警匪片 聽完之後 紫生姐姐是計劃派的 這個就是想不想 OK 好feel 因為她是多 華美歌 這個就是德國歌 很有效率 很有規輪的 沒有 有分無處 我們這些努力 總是倒腳思想 對 上山多中魚虎 你一定會遇到一些 吃錯的東西 例如當作臨風和潘生霜 真是吃錯的 真是吃錯的 肯定是吃錯的 很慘 是不是很慘 有沒有遇過 總要幾個 那些是甚麼case 那個 我幫你說 你人生總會遇到 一兩個 XX的 很XX的 沒錯 沒錯 不是就是